大家好,我是小影 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你静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赢了朋友圈,没想到 却住进了医院 年近70的李大伯 年轻时就颇爱运动 退休后,无事也会偶尔健身 登山,小日子 过得惬意 前段时间,李大伯刷朋友圈 发现老朋友们都在建筑锻炼 还掀起了微信部署大比拼 于是他也加入 开始了走路健身的生涯 李大伯日走两万步 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圈中的第一人 可是 一个月后再走 却发现小腿肌肉僵硬 频发剧烈疼痛 直到半夜被痛醒 李大伯这才去医院 医生说李大伯突然高强路运动 每次运动也不热身 导致了肌肉筋振和损伤 早在1992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健康真言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药物是时间 最好的运动是步行 但是很多中老年人都不明白 究竟走多少步 才能提到养生效果 答案是什么 让研究告诉你 一 柳叶刀研究 年龄不同 最佳步数也不同 医学界权威期刊 柳叶刀公共维生上 发表过一项大型研究 该研究从容纳了四大洲 近5万参与者的15项研究中 取得数据信息 研究人员根据参与者 每天的平均步数 将其分为四组 结果发现 每天走路5801 7842和10901步的人群 死亡风险 便每天走路最少 3533步的人群 分别减少40% 45%和53% 当研究人员 在考虑到年龄因素时 发现年龄 部署和死亡风险 之间在一定范围内 也有明切的关系 研究证实 60岁以下的成年人 每天走路8000到1万步 60岁以上的人群 每天走路 6000到8000步 就会达到上限 超过范围的部署增加 不会对死亡风险 产生正面影响 相反 在范围之内 增加运动部署 长效效果最好 二 坚持走路锻炼的人 身体会收获这五大好处 一 有助于辅助降糖 降压 血糖升高 人体内会有胰岛素来平衡血糖 而运动可以增加人体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达到辅助降糖作用 广州医学院 一副院心理科医生也表示 人体在运动后的血压 会比运动前有所降低 也就是运动后低血压反应 长期的运动 可以帮助改善收缩压和输脏压 二 预防便秘 在走路运动中 双腿的动作 会带动腰部和胯部的运动 让身体处于一种节奏性的活动中 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 对于便秘起到一定的预防效果 甚至降低职肠癌风险 三 减少心血管发病率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公布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周步行4小时以上 会比止步行1小时 分别降低69%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73%的死亡风险 四 有助于肩骨补钙 步行属于承重运动 会对骨隔盖起到更好的沉积作用 比游泳类的非承重运动 更能提高骨质 长期规律性的步行运动 还可以改善骨质 预防骨质疏松 是中老年人最方便 使用的补钙剂 五 预防老年痴呆 步行除了能够活动身体外 还可以激活大脑 在运动时 人体对氧气的需求量增加 因此 适量的运动会对血液循环 心肺功能和大脑功能 起到全方位的刺激改善 从而达到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三 从走路姿态能看出健康状态 四种情况要留心 你知道吗 当走路的姿势出现问题 也可能是疾病发出的信号 这四种情况要警惕 一 走路向醉酒 平地总绊脚 人体走路时 需要根据地面环境调整姿势 保持平衡 这个过程主要是依靠小脑控制调节的 而当小脑产生病变 就会对外界环境和走路时的姿势 力量预估不足 走起路来就会向醉酒 当小脑病变萎缩时 也会引发功能障碍 从而导致走路总是摔倒 好后的一段路总是走不过去 脑疏血 脑梗塞 脑神经损伤等疾病 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尤其是长期酗酒的人 出现这种走路特征要小心 二 酸痛乏力走不动 没走两步就感觉 小腿酸软乏力 休息后可以继续 有可能是下肢动脉出现 供血不足导致的间隙性波形 三高患者要警惕 如果是走路时膝关节疼痛 或者是退行性骨关节炎引起 肥胖患者要警惕 此时最好减少活动 控制体重 三 走路时膝盖靠近 双脚画圈式前进 远远看去形似剪刀 就是剪刀部 可能是脑梗塞的预兆 这是因为脑梗塞会影响到 双腿上的神经 血管 导致偏侧肢体活动障碍 此时 患者只能将重心倾向于健康一侧 才导致这种走路特征 四 走路一只手摆不动 帕金斯患者由于有肌肉调节障碍 肌肉僵硬难以控制 会出现起步难 小碎步的特质 医学上叫肌肉张力障碍 但是到后期时 可能会出现单侧手难以控制 双手协同减少的情况 四 健康走路注意三点 很多人都没做对 走路对普通人来说很正常 谁不会走路呢 但是走路也是一能学问 走不对或许会产生损伤 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疾病 这三种走路误区很常见 一 走路的地方不对 爱在马路边走 医学期刊刘叶刀曾发表过一项研究 证实了沿街散步会降低运动 对人体心肺功能的改善作用 反而会加重动漫营化的倾向 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运动保健科的李教授也表示 如今的街道 马路车来车往 还是人们集中垃圾的主要场所 附近的空气污染往往会很严重 人们在运动时 可能会吸入大量的有害气体 比如二氧化硫 氮氧化合物 氮氧化碳 碳氢化合物等 再加上灰尘等小颗粒物质有害身体健康 二 走路的时机不对 饭后立即救走 饭后人体为了消化食物 摄入脂质 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 会将血液集中供应于肠胃 此时如果运动就会打破这个过程 增加心脑负担 造成心肌供血不足 严重时引发心脚痛 甚至心肌梗死 后果严重 建议大家餐后休息30分钟 最好一小时后再进行适量的运动 三 走路的姿势不对 低头寒胸 弯腰驼背 走路时寒胸驼背 会让人体难以舒张 体内静脉也受影响缩在一起 而脊柱弯曲甚至会影响大脑 此时运动反而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 因此运动时一定要注意姿势 同样是走路 有些人走出健康 有些人走腿膝盖 走进医院 这就提醒我们 走路因量力而行 不要盲目追求部署 同时走路要规避错误的姿势和习惯 长期坚持 适量的走路计划 才能得到健康的回报 切莫让养生变伤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